大家好呀 好久不见 今天这期视频是一个全新的栏目 在这个栏目里 我会给佩佩一笔经费 让她去替我选购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我是不知道 她买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的 自己 第一期的主题我设定的是声音 那不如我们就开始今天的 OK 看得见的音乐 so beat 看得见的音乐 那就是可视化嘛 对不对 谢谢十 这很明显了嘛 这就是一个音响 对不对 音响有什么了不起的 音响也太多了吧 它有两颗黑色的蛋 它里面是液体的 吸起来了 这是什么材质 磁流体影响 磁流体 磁流体是一种在磁场存在时强烈极化的液体 磁流体由悬浮于载流体当中纳米数量级的铁磁威力组成 这个东西我在网上有看到过 有好多人他会去玩这个磁流体 然后做一些很有趣的实验 就看它像毒液一样在上面扩散 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当它形成这样圆的一圈的时候 上面有一些小尖刺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在它的正后方会有一个这个电磁体 它每一个小尖角 就是代表它那个磁感线的方向 这个东西想法还挺天才的 它很适合做音乐可视化 放一个歌 哦 会动诶 哦 它是按照节奏走的 哎呀 好可爱 天哪 它像小生命一样 它有个小生命在我的这个音响里 哎呀 好减压啊 好减压哦 太减压了 帅 帅 帅 刚刚我们看到的两个磁力超强的磁铁 应该就是让我们在磁流体释放的时候吸着玩的 大三 磁流体这个东西我在网上看到过非常多关于它的各种实验 但是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产品 可能是我孤了寡闻 确实是我第一次看见 做成音乐可视化的效果非常不错 只不过它那个卡点可能卡的没有那么准 但是它作为一个音响 它的音质实在是太糟糕了 两个扬声器是在最上面的 整个声音很闷 人声就更不清楚了 特别像是在盒子里面唱歌 好在它嗓门比较大 挺适合放在健身房里面 听个响的程度 当然如果是我的话 我觉得平时我工作啊学习的时候放在旁边 需要听听音乐 然后偶尔抬起头来看看它 还挺解压的 这个好薄啊 触摸我 触摸我 看一下 没有吗 这也太糟了吧 这做的 这整个一块看起来像一个裸露的电路板 中间是长条的 两旁是圆的 像一个肉骨头 上面写了 cdefgab 这就是那个音级嘛 诶 这里写了made in mother Russia 我一直以为made in什么什么 就是后面接的就是你那个国家或者地区嘛 没有想到原来这个还可以自定义 哇思路打开了呀 那我来看一下到底怎么玩的吧 还有两根夹子 这边有两个洞 应该是夹在这儿的 前面有一个micro usb的口 那应该就是由它来供电了 这根线可以插上了 这边插什么呢 这边插什么呢 插什么呢 所以它没有自己的附带软件 就直接用在garage band 对不对 这个声音是随机的吗 我捏住两边这个圆形的部分 它就可以发出声音 这个最高了对不对 这个最高了对不对 掉下来了 研究了一下 我发现决定它音高的不是压力 而是接触的面积 这比较高 总之的话就是通过你的人体 形成一个闭合电路 触发它这个发出声音和灯了 这个touchme还可以发出这个音频软件里面 其他的各种音色 说明它已经被iPad识别成一个谜底键盘了 这个touchme小玩具的设计初衷 好像是让你去和更多其他的人 手握着手连接在一起 感受大家心底的乐曲 那么我可以和谁手牵手连在一起呢 试试呀 手缝在上面 试试 准备好啊 哪个小朋友现在不会乐器呀 嗯 你也得会啊 都不咬了不咬了不咬了 这可贵了多少钱啊 一千三 一千三 一千三别咬了 一千多块开什么玩笑 就买这么个破板子啊 还给我扯那些没有用的 有什么连接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我要你干什么 我直接去拉手了好吗 通过人体或者其他媒介 连成闭合电路来发出声音 这样子的想法已经有很多人都做过了吧 我觉得这个玩具还可以做得更好 乐高 乐高 乐高啊 乐高怎么可能会有声音啊 哦 哦 爵士乐队啊 爵士四重 四重奏 乐高的声音都是存在于幻想当中的 不过这个爵士四重奏的乐高 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我看他蛮久了 好像不是乐高自己的设计师设计的 而是一个玩家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设计 结果高票当选 然后直接进入了乐高的量产 这个很多人喜欢 看一下哦 一共有1606篇 不少 诶这次很不一样诶 它一共有五本说明书 以往我拼乐高的时候 都是给我厚厚一大本 然后我一个人坑吃坑吃在那里拼 这是最后合在一起的一本 钢琴 脚号 低音提琴 还有爵士鼓 爵士鼓比较厚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和自己的家人朋友 一起来共享这个快乐了 每个人可以拼一本 终于不要打架了 今天我一天都拼不完 我可能要拼到明天去了 给我点时间吧 好吧 现在已经是一天以后了 我终于把它们全部拼完了 最后一步就是把它们组装在一起 就可以变成一个完整的舞台了 是不是很漂亮 这一组爵士四重奏 我觉得它的细节满满 钢琴家 它带了两个金色的大耳环 还有它是卷发的刘海 你打开它的琴盖 也可以看到里面 这个低音提琴 它确实是用两根绳子 然后代替它的琴弦 这一组爵士鼓做的非常的拟针 而且这个鼓手的大腿非常粗壮 最让我喜欢的是它的整个风格 尤其是它的面部 我觉得特别有美感 一般我们拼装的时候 它的乐高小人都是这样子的 一个零件 然后上面贴一些贴纸 但是现在不一样 棱角分明 而且还有这种漫画的感觉 虽然它是立体的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妙妙屋 好了 以上就是第一期妙妙屋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想要看到我来开箱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说不定下一次我就开到了你喜欢的东西 最后不要忘记流星三菱哦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东西999 1099 你如果有人送给我就最好了 自己去买一点 点贵